当你的树达到这个状态的时候 你再来问我的话 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找个地方把它埋了吧 或者说做假树也行 或者说给自己买个教训也行 因为你们达到这个状态 再来问商家这个树应该怎么办的时候 已经没有意义了 它已经救不回来了 明白吗 春天不壮的树 基本上问题都会出在夏天 就夏天是所有的盆景 包括真白也好 它的一个状态不好 最高花的一个时间状 也就是说你之前没有养好的树 那么在春天都是很安全的 但是到夏天之后 就一下子会出问题 就好比是这个树 这种是春天的时候根不够壮 根没有养得很壮 然后叶子的话就呈现出这样子一个状态 黄黄的 然后也会伴随着一部分的湿脂 明白吗 就这个状态就该去问 这个树应该怎么办了 或者说这个什么原因造成的 并且采取怎样的措施 像这种的话 我们就是采取一个遮阳的措施去养护它 对吧 这样的话你就慢慢把它恢复过来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这边重重说几个问题吧 夏天的树容易造成的问题 一个是水涝 一个是干旱 就两个极端 一个是水涝的太多 一个是水涝的太少 这边再说一下 水的话是表面建杆建设去浇 一定积劳表面建杆建设 然后现在这个厅 外面温度都已经40多度的时候 正午的时候不要去浇 尽量的放在上午的9点钟之前 或者说下午的3点钟之后 这个时间段去浇 然后浇的时候水温不要 就是说跟盆温相差太大 就一下子骤降的那种 就比如说你是冰凉冰凉的水 直接浇到了那种很烫很烫的盆上面 这个方法是不可取的 还有就是我们说 夏天的时候 如果说你的树一旦出问题了 两个方法 真的只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遮阳 一个是全阴 你这样子两个方法 你是去救树的一个方法 那么伴随着 也可以加活力树之类的 一些土壤活化的一些药基 或者说叶片的一些活性的药基 这些都是可以的 但是不要就是说 出了问题的树 等它死透了再来问我们